第三百斤 方才我听秋水说 你想找个我这样的 所以我便来看看 不知如我 可合你的口味啊 继修人盯着夜晚晚 似笑非笑 谋内若一片柔水 夜晚晚不由打了个寒战 这继修人 该不会是气疯了说胡话吧 自己可是她的未婚妻 被抓到来夜店寻欢 夜晚晚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抓到四叶寒 在夜店寻欢 这继修人肯定是气疯了 夜晚晚瞪了秋水一眼 这秋水的嘴巴 怎么这么气啊 过来 继修人伸出右手 朝着夜晚晚清晖 旋即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 无奈之下 夜晚晚只能走至继修人 身前坐下 我靠 这 风姐难不成正和季黄 搞一起去了 这都能被风姐搞到手 风姐该不会是给季黄下药了吧 北斗一副见了鬼般的模样 难以置信地盯着夜晚晚和季修人 闻生七星偏了北斗一眼 看我干什么 那季黄是独立州有名的 静于甚强好吧 据说从来没碰过女人 你嘛 身边美女如云 量看都不看一眼 这如果是我 画质此处 北斗的神色愈发差异 盯着七星 老七 你说 季黄该不会 什么 该不会 喜欢男人吧 还不等七星开口 北斗盯着七星 我靠 我也没见过你碰女人 你该不会 你也喜欢男人吧 话说到这儿 北斗下意识地朝着后方摩去 与七星拉开一段距离 七星淡淡打亮了北斗几眼 似乎连搭理北斗的欲望都没有 这地方好玩吗 沙发上 季修然略微有些随性地朝着夜晚晚问道 还不等夜晚晚开口 季黄朝着包房内的几个小鲜肉扫了一眼 他们 好看吗 夜晚晚没说话 坐在秋水旁边的两个小鲜肉 确实下着花容失色 眼前这个看似平易近人 一脸人畜无害笑意的男人 竟然是欧洲的地下皇者 季修然 身在独立州 又如何不知道季修然的大名 不过 为什么这个男人要看他们 他们陪的不是秋水姐吗 冤啊 以后想要玩呢 可以打电话找我 嗯 季修然收回目光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看着夜晚晚 一旁 北斗连连对夜晚晚竖起大拇指 轻声朝着七星道 我说 老秦 这季黄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靠 风姐居然连季黄都能搞定 我不是做梦吧 此刻 还不等夜晚晚开口说话 包翔的门 砰的一声被人一脚踹开 雄哥 这就是三零二包房 那个得罪你的臭婊子 就在这里 两位打扮妖娆的夜店工作人员 首先进入包房 站在门前盯着夜晚晚 冷声笑着 北斗和七星几人微微一愣 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下一秒 烟熊和红衣女子走入了包房 你胆子果然很大 今天老娘倒要看看你怎么死 红衣女子点燃了一根香烟 吐出一道烟雾后 恶狠狠地盯着夜晚晚 说话时 烟熊一挥手 偌大的包厢里 顿时若潮水般地涌入了数十人 此时此刻 北斗终于明白过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人是从哪里跳出来的 活得不耐烦 是来寻死的吗 闹是闹到他们的头上 沙发上 季篁连看也没看来人扮演 只是朝着夜晚晚说 找你的吗 闻说夜晚晚汉手 几个不开眼的东西 本不想与他们计较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扒光了 谁敢多管闲事 直接杀了 烟熊恶声道 随着烟熊话音落下 数十位黑衣男子 纷纷朝着夜晚晚靠去 然而正在此时 季篁一眼扫过那数十位黑衣男子 阴沉冰冷的眸光 不知为何 却是让人心神一颤 熊先生是吗 我知能否给个薄面 暂且离开 季修衍看向门前的烟熊 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意 轻声说 又喝 哪里来的小哥 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红衣女子盯着季修衍打亮了片刻 宣急道 小哥 实想一点 马上滚 这女人得罪了我们熊哥 除了这个女人 无关的人都给老子滚出去 否则 今晚都死在这里 熊哥 这女人敢得罪你 一定不能让她活着离开 两位装扮妖娆的工作人员 朝着燕熊满脸讨好的笑 北斗和秋水等人 看傻叉一样的看着燕熊之流 这些人 究竟是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认不出他们也就办了 五位蒙盟主平头哥 离开这么多年 相貌有了大幅度变化 认不出 也在情理之中 可怜他妈的 欧洲地下皇者 季修然也认不出 这就 这般说来 这个面子 是不给了 闻声 燕熊和红衣女子等人 确实一声冷笑 这小白脸 真将自己当根葱了 还给他面子 还不等燕熊开口 一位身着白色西装 面色冷峻至极的男子 自包房外走入其中 我主 冷峻男子朝着继修然行礼 可可 天要下雨 却是拦不住 冷峻男子枯骨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天要下雨 拦之不住 后一句应对的 人要找死 谁也救不了 杀 虚余间 一把匕首 自冷峻男子手中出现 还不知发生了何事 那枯骨整个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 是力气 刺入骨肉中的 诡异相生 只多十几个 呼吸的功夫 至少有十数位 被燕熊带来的随行 被枯骨手中的匕首 刺入了拨梗 剩下的十数人 见此一幕 大吃一惊 才是 祭 祭皇座下 八大神之一的 黑夜枯骨 什么 枯骨 听门 听门 哭骨的鸣骨 众人神色大变 此刻 包房外来围观的人 也是越聚越多 得知是 哭骨在此后 一个个神色大变 难以置信 祭皇座下 一共八位大神 战力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其中一位 便是 哭骨 难不成 之前得罪了 燕熊的女人 和 哭骨 有什么关系 想到此处 不少围观者 神色微微一变 难怪那女人 如此嚣张 连燕熊 都不放在眼中 原来 认识 哭骨 此刻 燕熊 神色大变 几乎在 毫秒之间 冲出了 叶婉婉等人 所在的 三零二包房 哭骨 你 你为了一个女人 居然和我们燕家 作对 你这么做 有问过 季黄的意思吗 你给我躺着 燕熊 冲出 三零二包房后 怒声大喝 他们燕家的 其中一位高层 认识 季黄 季修然 而那位高层 如今 正巧也在 这间夜店 招待一位贵客 熊哥 红衣女人 站在燕熊的身旁 不知如何是好 哼 我去叫四处来 此刻 三零二包房内 枯骨看向季黄 似有请示的意思 不必追了 叫人把这里打扫干净 枯骨微微汗手 转身走出包房 片刻之后 带着夜场经理 来到此处 见到满地的尸体 夜场经理 全身被冷汗所浸湿了 额头上的冷汗 若断线的珍珠一般落下 打扫干净 是是是 好好好 马上打扫 夜场经理 让服务生 把尸体搬出去 又小心翼地 将包房打扫了一遍 恢复如初后 这才告退离开 包房里 七星和北斗等人 仿佛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 两人身在无畏蒙 这种事情 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夜晚晚 有意无意地 看向季黄 眼前这个男人 无论发生何事 脸上总是带着 淡淡的笑意 仿佛人畜无害的 邻家少年 然而就是这位一位 看似温柔的男人 却是掌控着整个 欧洲地下势力的 霸主黄哲 这种人 如何能不是 嗜血如命之辈呢 任何人 恐怕都会被 他的无害所欺骗 若真当季黄无害 恐怕是这世上 最愚蠢的一件事 其后果 有可能是迎来 毁灭性的打击 对了 过几日 来我家吧 季黄闭口不谈 方才之事 看向夜晚晚 听闻此言 夜晚晚的神色 微微一变 季黄除了拥有 自己的势力之外 还是独立州 四大世家之一 季家的继承人 让自己去他家 岂不是去 四大世家之一的 季家 只不过 未婚妻子 去未婚夫家中 拜访 似乎合情合理 夜晚晚 根本找不到 任何拒绝的理由 好 过几日 等我有些空闲时 最终 夜晚晚答应 文生 季黄微微汗手 此刻 燕雄已经跑至 夜场某个豪华的包房里 四叔 燕雄 气急败坏地推开房门 进入其中 正前方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满脸挂着笑意 老者的身旁 做了一位神情 冷漠到了极致的男人 男人的一双眸内 仿佛是万古不化的寒冰 从头至脚 散发着冰冷 害人的气息 这男人 仿若造物主的宠儿 相貌经验到了极致 但因为气场太过强大 以至于旁人的注意力 都在他的气场上 甚至不敢去直视他的面容 爷 您看 我们每个月 上交这个数怎么样 燕家四叔看着男子 语气极其小心谨慎 并且满脸的讨好的笑意 四叔 别谈了 我被人欺负了 见四叔为搭理自己 燕雄急忙走至老者 和男人的身旁 然而燕雄刚刚进身 男人冷漠彻骨的毛子 在他身上微微打亮了一瞬 紧一眼 燕雄仿佛坠入了冰窟之内 从四肢至百骸 皆冻结成霜 你他妈的 燕家四叔忽然站起身来 不给燕雄开口的机会 反手一个巴掌 便狠狠地抽在了燕雄的脸上 他的一声清脆 手劲不小 燕雄捂着脸 神色莫名地看着老者 满是委屈 四叔 你 打我干什么 你个小杂种 也不看看 我在和谁谈事 冒冒事事跑进来 大呼小叫 你想死 旋即 燕家四叔看向身旁的男子 满脸堆着笑 爷 让您笑话了 这是我侄子 可能有人 不识好歹 冲撞了他 男子文言 面无表情地看向燕家四叔 终是淡漠开口 那就滚出去说 是是是 爷 我这就滚出去说 老者连连点头 燕雄看着眼前的男人 神色诧异至极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和身份 居然敢如此对四叔说话 最离谱的是 四叔依然在点头哈腰 仿佛对这个男人万分的恐惧和忌惮 太夸张了吧 很快 燕家老者带着燕雄推门走了出去 四叔 那男人谁啊 这么嚣张 燕雄看到燕家老者 满脸的不解 听闻此言 燕家四叔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燕雄的脸上 你他妈不想活了 给老子小声点 要是让那位听见 你他妈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么夸张 该不会是季黄吧 燕雄联想起今晚 枯骨也在夜店出现 蠢货 里面的那位爷 是修罗主 什么 修 修罗主 得知那个男人的身份后 燕雄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独立州曾经最恐怖的势力之一 阿修罗的首领 修罗主 人称暗夜之主 冷酷无情 杀伐果断 连武道联盟工会也不放在眼里 据说 这位修罗主 甚至和独立州 掩饰古族 私族 有些关系 好了 别说废话 找我什么事 燕家四叔看着燕雄道 当即 燕雄将来龙去脉 告知给了燕家四叔 听门 听闻此言 燕家四叔勃然大怒 竟有这种事 竟有这种事 枯骨 也太不将我燕家 放在眼里 今天晚上 必须让枯骨给我一个说法 四叔 枯骨是季黄的人 如果咱们动手 会不会 不必担心 这件事 我明日 会亲自去通季黄说 很快 燕家四叔叫了 数十位燕家精英强者 那枯骨再强 也不可能是数十位 顶尖叶家精英强者的对手 季黄坐下八位大神 枯骨的实力 仅是排在最末 据说 枯骨最为厉害的 并非武力指 而是脑袋 属于军师级 很快的 燕雄将燕家四叔等人 带至了三零二包房外 红衣女人 和两位农装燕抹的工作人员 见到燕家四叔出马之后 一个个冷笑不已 这次 看那个女人怎么死的 砰 燕雄一脚 将三零二的房门踢开 房内 北斗和七星等人 眉头微微地猝起 你们这群杂碎 今天全都得死 红衣女人点燃香烟 冷笑地看向 叶婉婉和继修燃等人 马腾 看你们还敢嚣张 两位浓妆燕抹的女人 也冷笑开口 此刻 燕家四叔 缓步走入了三零二包房 刚想说些什么 可在一眼扫过全场之后 彻底呆至原地 无畏蒙的北斗 七星 休水 除了这几个人外 沙发上 脸上挂着淡漠笑意的男子 缓缓地朝他望去 你们这几个狗杂碎 肯得罪老子 今晚 你们都得死 苦苦 我燕家和季黄有些关系 今晚 你敢得罪我 我看你明天如何给季黄 一个交代 燕雄说完 朝着燕家四叔 带来的精英导 动手 把那小白脸身边的臭婊子 留给我 燕雄的话音刚落下 燕家四叔面色却是大变 翻手一个巴掌 狠狠地抽在了燕雄的脸上 四叔 你怎么又打我 燕雄捂着脸 莫名其妙地看着燕家四叔 燕家四叔却没打了燕雄 走到继修冉的身旁 连忙笑道 季黄 您怎么在这里 随着老者此话一出 红衣女子和两位 浓妆燕抹的工作人员 彻底地待至原地 脸上的冷笑 也在瞬间僵住 门外越来越多的围观众人 难以置信 那男人 居然就是独立州 鼎鼎大名的季修冉 季黄 难道 之前打燕雄的那个女人 是季黄的情人 我看有可能 难怪胆量 如此之大 这般嚣张 原来是抱上了季黄这个大腿 人下 眼情倒霉了 我认为未必 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 燕家的实力也还不错 季黄同上一任燕家家主 也有些交情 季黄应该不可能 因为一个女人翻脸不认人 围观者议论纷纷 燕雄愣在原地 那个男人 就是季黄 此刻季修冉轻轻一笑 被朋友过来消遣 不过 风才好像得罪你燕家的人了 需要我道歉吗 道歉 不不不 季黄 您到哪门子歉 都是我那侄子不长眼 可能 闹出了什么误会 季黄 您大人有大量 这件事 就不要计较了 毕竟 只是一个女人的事情而已 计较 季修冉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我并不会计较 哈哈 那就好 季黄的心胸 是非常人能够相比 我先谢谢季黄了 只不过 季修冉看着燕家四叔 我虽不与你计较 但吴卫盟是否计较 你得问过他们 吴卫盟 听闻此言 燕家老者的眉头微醋 北斗 七星 还有秋水三人 是当年 吴卫盟盟主的心腹 虽是厉害 只不过 随着吴卫盟盟主的失踪 如今 这三人在吴卫盟 也是没了十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